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四位神秘的奥特曼英雄 那首先是这个 他穿着一件红色的披风 这会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他的头上有很多银色的尖刺 然后他的肩膀两边也有很多蓝色的尖刺 这是哪个奥特曼呢? 那我们给大家点提示 他是由下面这几位奥特曼融合变成的 首先是这一个 戴纳奥特曼还有高斯奥特曼 然后还有赛罗奥特曼 那这三位年轻的奥特曼 会融合变成什么样的奥特曼呢? 让我们一起来融合变成这位神秘的奥特曼 Ultramon Zero Ultramon Diamond Ultramon Cosmos 那你们猜到了吗? 这位奥特曼是神秘四号之一呢 他的胸口的彩色计时器 看起来和别的奥特曼很不一样是吧? 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第二位神秘的奥特曼 这是一个全身黄色的奥特曼呢 他的头上有三个头标 这不会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三重头标吧 他的两个肩膀还有两个黄金的护甲 这会是哪个奥特曼呢? 让我们给大家点提示 他是由这两个奥特曼的奥特胶囊融合变成的 左边的这个奥特曼是雷欧奥特曼 右边的这个奥特曼是赛稳奥特曼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融合变身一下 Ultramon Leo Ultra Seven 那你们猜到了吗? 哇,这个奥特曼看起来好帅啊 他的胸前有一个黄金的护甲 然后他的头上有三个头标 还有绿色的彩色水晶石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个奥特曼吗? 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第三位神秘的奥特曼 这个奥特曼 他的脖子是蓝色的 然后两边的肩膀是红色的 这会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你们猜猜看 那我们给大家点提示 他是由下面这两位奥特曼融合变成的 左边的这个是维克特利 圣里奥特曼 右边的这个是希卡利 接下来我们又用这两张卡片 融合变成这位神秘的奥特曼 那你们猜到了吗? 这一个奥特曼和维克特利长得好像啊 但是他们身上的颜色不一样 这一个圣里奥特曼 他的身上有很多蓝色还有红色的条纹 那你们知道 这位神秘的奥特曼叫什么名字吗? 最后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位非常强大的奥特曼 这位奥特曼 他的头上有两个头标 只不过是赛罗奥特曼吧 可是他的手上有黄金的护甲 那他是由这个黄金的奥特胶囊变成的 那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的奥特胶囊 黄金的奥特胶囊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他发出的是蓝色的光 接下来 让我们用奥特胶囊 召唤这一个奥特曼吧 那你们猜到了吗? 哇 这个奥特曼看上去好帅啊 他的彩石计时器是一个钻石的形状 然后他胸前有很多黄金的条纹 他长得和赛罗好像啊 那你们知道 这是赛罗奥特曼的哪一个形态吗? 赛罗奥特曼又是怎么样变成这一个形态的吗?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四位神秘的奥特曼 而且还给大家带来了 他们是怎么样融合变身的 那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奥特曼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们之后会继续给大家带来 更多更强大的奥特曼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